当地时间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雅加达东盟秘书处出席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庆祝活动启动仪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李克强表示,中国和东盟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中国东盟合作的重要性已超越双边范畴,日益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区域共同繁荣的支撑和引擎。 今年适逢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中国始终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定发展同东盟的友好合作,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在构建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中发挥更大作用。 李克强指出,李克强强调,中国愿同东盟作共建和平的伙伴,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打造以东盟为中心开放包容的亚太安全架构,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将南海打造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中国愿同东盟作开放共赢,开拓创新,包容互建的伙伴。 东盟方代表表示,中国始终是东盟的重要伙伴,中国的支持有力推动了东盟一体化进程,帮助东盟缩小内部发展差距,深化了双方人民之间的友谊。 东盟愿同中国继续加强经贸合作,愿在创新、数字经济领域探讨新的合作,加强互学互建,实现共同繁荣与互利共赢,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东盟赞赏中国致力于维护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 随后,李克强同东盟秘书长林玉辉,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常驻代表陈汉诚,共同启动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庆祝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